注意看,现在高铁已经开入江西南昌了 这个视频就带大家在高铁上看一下南昌的郊区与市区的建设情况 Hello大家好,我是阿乔 我现在在去往江西南昌的高铁上 高铁已经开入南昌的广泛范围内了 这个视频就带大家透过高铁的窗户看一下南昌的发展情况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在地图上的位置,看到没有 现在高铁已经开入了南昌的广泛范围了 前方道站,南昌西站 现在就透过高铁的窗户带大家看一下南昌的郊区与市区的建设情况 南昌在全国众多省会城市当中算是比较低调的了 因此的话很多外地人外省人都不知道南昌就是江西的省会 也有可能是周边的省会城市 武汉、广州、长沙、杭州太有名了 就掩盖了南昌的光芒 现在我们再来认真看一下南昌农村的发展 看到前方的别墅没有 现在南昌的农村家家户户都住上了别墅了 我也是被震惊到了 没想到现在南昌农村发展的这么好 这样的农村可以说是掉到全国90%的农村现状了 我们认真看一下这些别墅 可以看到每栋别墅都好精致好漂亮啊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来 南昌的名副水平已经肉眼可见了 而且南昌这几年的发展也是相当的不错 现在的南昌是新一线城市了 南昌在2022年的GDP达到了7203.50亿元 排在全国省会城市第14名 而且每一年都在不停的增长当中 这也说明南昌的经济潜力巨大 后进西竹 进入5万亿俱乐部几亿可待 现在的南昌是中国华东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 常见中油城市群中心城市 博洋湖生态经济区核心城市 南昌还是中国重要的技造中心 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源地 新中国的第一架飞机 第一辆摩托车 拖拉机等等等等 都是在南昌生产出来的 南昌还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著名的英雄革命城市 历史上的八一起义就发生在南昌 因此南昌被誉为军旗升旗的地方 而且南昌历史文化遗存众多 拥有600余处文化遗址 其中著名的藤王阁被誉为江南三大名楼记忆 西山望寿公为道教 静明中孝道的发泉地 汉代海鸿侯木的考古发现 被评为2015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 这些遗址每一天每一年都会吸引很多游客 慕名前来南昌游玩打卡 因此南昌也成为了中国著名的旅游城市 现在高铁已经开入南昌的戏区了 可以看到前方很多高楼大厦 南昌戏区的成建还是相当的气派的 接下来大家就跟着我镜头尽情地欣赏 南昌气派且繁华的成建吧 只好把岁月画成龙留在山口 我在古老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 千里之外不离开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把所有听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 莫名的倾诉啊 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 只好把岁月画成龙留在山河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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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高铁马上就要开入南昌西藏了 大家看完南昌的郊区跟西藏了 西区的成见之后有何感受 有什么嫌缩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在西评的最后也祝愿南昌发展得越来越好 如果你喜欢我的西评麻烦点赞评论转发加关注 你的基词就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